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报道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近日以美国和日本联合出动干涉为前提 进行模拟台海战争的兵棋推演 结果一改此前23次兵推的低调 宣称解放军会损失过万以失败而告终 美国惨胜但有两艘航母被击沉等等 这个美国智库的兵棋推演 完全可以视作叫做 抛开事实不说的经典话术的一个案例 那24次兵推的这个数量 没有给最终结论的正确性增加一丝一毫 反倒让这个笑话越来越接近一种黑色幽默 因为美国现在坚持以台制法 试图引爆台海 打乱中国大陆的发展布局和地缘安全格局 但是显然是徒劳的 因为美国现在在台海的角色是这样的 他既想给台海拱火当演员 然后又想要隔岸观火当导演 只想极限施压但拒绝下场参与 那美国在如日中天的时候 尚且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他在实力衰退导致的这个撤退周期内 可以说却试图创造一个奇迹 这完全是最糟糕的美国梦版本之一了 那我们先审视一下这个所谓的报告 其公开目的是为了推演 所谓的解放军攻台之后的各种情形 并且把美日台当作了大陆的敌对一方 而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战争本身是政治矛盾 不可调和的表现 政治是高于军事的 而美日台自己各自的这种政治诉求 本来都不一致 怎么可能实现美国嘴中的 所谓的真正的联合作战呢 这完全就是一厢情愿的一种设计 他就试图用这样的报告 来试图通过舆论来知道 抢先制造一个事实 进而去捆绑自己所谓的盟友 恐吓中国大陆 那为了给自己和所谓的盟友壮胆呢 美国智库就制造了这么一个看似很严谨的兵推报告 看似示威实则漏窃 这完全就是一种无稽之谈